好 阿弥陀佛 大家好 各位菩薩大家午安 我们继续把六祖坛经的颤为品 这是最后一点把它提完 还有涵盖着无相诵 我们上次提到圆满报身佛 这边譬如一灯能处千年岸 一致能灭万年雨 所以这一句话是六祖坛经的名句 一灯能处千年岸 一致能灭万年雨 莫失向前已过不可得 常失于后念念圆明 自见本性 善恶虽疏 本性无恶 无恶之性 名为实性 佛陀还有六祖 尤其是六祖 他主要的一切都是以自性清净为主 所以自性清净就是说本来人人都有一个自性清净心 就是后面他说的法身本具 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性清净心 依着这自性心心才可以有什么 救度一切众生 而实无众生得灭度 因为众生都本来自救自度 所以才有什么 有余依涅槃 无余依涅槃 还有成佛的无助处涅槃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无恶的实性 本来自性清净涅槃 如果你跟他相应 那你那时候是不是就能够生起了智慧 所以这个智慧就像灯光一样 一灯能处千年暗 就是说你轮回了几百世几千万世 你这一辈子有智慧 那是不是慢慢离开轮回 所以就这样一灯能处千年暗 一智能灭万年雨 你的智慧升起来了 你几万年以前轮回不清楚的道理 现在都知道了 就不会再轮回在这三界里面了 所以一智能灭万年雨 所以时时刻刻都要转一真如心 默思向前 就是说往前的事情 不需要去胡思乱想 不需要去往前 已过不可得 过去的事情也不要去追悔 不会不追悔 过去也不要去妄想思维未来 常识于后念念分明 要常常去还醒自己 时时刻刻 所以要做在依他其性上 远离的遍际之性 就是原诚实性 因为圆满成就一切万法 成为原诚实性 原诚实性就是真如性 就是离开语言文字的 叫做离言真如 常常要转移恶空真如 所以就能够念念原明 见智本性 自见本性 善恶无输 本性无恶 无恶之性就是实性 为什么善恶没有差别 善性恶性 我们说善性恶性是怎么来的 是依着我们的意识 会相应五十一个新手法 所以一切最圣故有八个新王法 与此相应有五十一个新手法 二手现营有十一个设法 涵盖五根五成 还有一个法成 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刑法 啊什么是善法 什么是恶法 啊是不是你的意识现前啊 然后起了贪嗔痴 然后贪嗔痴啦 就跟烦恼障相应 啊甚至跟小水时烦恼 就是恶龙交集 奸狂时烦恼 恼恨恤怒惨害者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 你的意识心是属于恶 然后你如果跟善心所相应 有无精进修行 如果你是做善事依相应的时候 就有禅有愧有信心 无贪无称等三根 精进清安不放异 行手不害善事依 那你的身三口是异三叶 是不是就是善法 啊所以善恶虽然不一样 啊其实你的本质是不是以你的意识去相应的 所以善恶是依着你意识心去相应境界而生出来的 所以善恶的本质是虚妄想的 善恶虽然啊本质是不一样的 可是他依着意识去相应 啊意识如果相应的是清静法 那你就是有智慧 所以善恶虽疏本性是没有差别的 都是因为意识跟境界心而生起的烦恼或是清静心 所以无恶之性就是实性 所以在依他其性上远离的遍际之性就是原成实性 就是真实性 啊所以修行就是要转依恶空真儒 然后恶圣人依身空真儒 菩萨人依法空真儒 所以依实性中不染善恶 名为圆满报生 时时刻刻在依他其性上远离的遍际之性 就不染善恶啦 不跟善法恶法相应 可是修行就是要依着善之一继续成长 补充一下 六祖在护俗品里面有提到 银性本是净性因 除银即是净性生 性中啊各自离五欲 见性刹那即是真 所以我们修行是要去除了 这些五欲的烦恼 贪嗔痴慢与恶见 这些烦恼 让你的意识跟心所法相应的贪嗔痴 六个根本 无名 无惨无愧 这些都要灭除 烦恼的心所法都灭除 啊可是呢 淫欲的本质本性 它还是在的 啊如果你把这个都灭除了 啊那你以后视线的千百亿化身啊 啊来人世间救度了 啊你就不知道就没有办法跟别人结婚了 啊就没有办法生育小朋友了 啊所以这个淫欲的性它没有善 没有恶啊去除的是要去除这些烦恼的种子 啊所以如果你把恶性灭除了 啊别人照做造恶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那个是恶啊 就好像机器人 按他的设定没有设定这个是恶的事情 所以看到别人造恶 他也不知道啊 啊所以 修行是要去除恶相应的烦恼 贪嗔是恶的烦恼 而云性恶恶性是还是在的 然后因为你要圆满报身法 啊什么是圆满报身法 我们说三生四字的时候 一根要转成平等性字 然后义是转成妙观察字 然后义根最后就有圆满报身 啊所以我们现在 释迦摩尼佛的圆满报身 就在射究竟天空 是因为义根圆满啊 啊为什么义根圆满啊 义根本来有遍际之性 他一头攀岩如来藏为字内我 以自己的见分去攀岩第八诗的见分 为自己的相分 然后最后他已经经过了 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演 六七阴中转在阴地的时候 一点一滴转变 所以他也转一真乳啦 所以在出地的时候 转成下品的平等性质 然后呢八地的时候转成中品 活地的时候转成上品 所以他已经没有这个我值了 所以义根就贪吃我见满香水 这个四祸八大就慢慢远离了 就转成清净 所以义根是清净的义根 清净的义根到佛地的时候 就转成圆满报身佛 所以如来藏里面所含长的资讯 所以一切的都知道了 所以他转成 所以世间任何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他是圆满报身佛 一的第八是的大圆禁制 所以他圆满报身佛 所以自信起一念恶灭万劫的善因 自信起一念善就得横杀恶禁 而义士是怎么转的 六七因中转 而义根怎么转 善行不断就能够转义根 所以义士依着正知正见 我们说义士有三师 审律师决定师 动身发与圣师 如果依着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不断的这么修行 这么前进就能够改变义根 所以圆满报身里面就有义士存在 所以义士没有转变为三身 他涵盖在千百亿化身 前五世的千百亿化身 还有一根的圆满报身 还有佛陀的自受用的法身 所以佛法身是无法为身 所以自信起一念恶就能够灭万劫的善因 这个就是你的意识 所以我们说修行以前说过 但莫污染 你本来自信清静心 以现在为主 污染几分善恶几分 你的意根就是什么 染境所依根就是几分 然后不要再污染 不要再造新秧 但莫污染 莫造新秧 自信假设起一念的恶 就是你的意识起一念的恶 这样子就把以前的善就灭除了 就是说我们常说的 那个称心烧掉了功德灵 所以一念恶就能够灭万劫的善因 如果自信起一念的善 就能够把恒沙以前的恶念 慢慢灭除 当然这修行就是次第成长 一点一滴成长的 直至无上菩提 念念自见 不失本心名为报身 何名千百亿化身 若不失万法 性本如空 一念思为名为变化 思量恶事化为地域 思量善事化为天堂 毒害化为蛇龙 慈悲化为菩萨 智慧化为上界 愚痴化为下方 这边他是在说我们 有一个如来藏自信 清净心 却含长染污的种子 因为你的意识心有造作 他能够造作 身三口是一三叶 如果你是做善事 依着善法 就能够造善的事情 如果你依着恶法 那你就会成就恶业 三恶道的业 所以要依着自信的真实本性 在依他其性上远离的变迹之性 就是原成实性 在依他其性要远离变迹之性 变迹之性就是依着我指我见 要远离我指我见 除了依着深空真如 就是要依着法空真如 依着法空真如 就是要开悟明星 依着六主来说 就是要见智本性 了知你本来就有一个自信 清净心的 你是清净的 然后众生是依着因缘而变现这世间的 依着如来藏变现这世间的一切 本来都是如幻如画的 你本来自信是清净的 是无恶之性的 然后你依着这样子而次第成长 直到成佛地了 所以才能够一登除千年岸 一致灭万元宇 然后最后都能够圆满报身佛 圆满的是直到无上菩提 就叫直到成佛了 成佛是实实解 处处解 无一死不解 无一处不解 可是我们现在只是偶尔解 初一十五解 然后念佛的时候解 等一下又失去了被境界风吹 我们就又失去了正确的觉想 这样就不对 所以直到成佛才可以 直到无上菩提 念念都自见自己的真实本心 就不失这个念 名为报身 所以你的意识心有正知正见 然后何敏千百亿化身 千百亿化身就是你依着正知正见 在三大争结里面 所做的任何善的事情 相对的都是你的千百亿化身 到你成佛地 你的三三四字圆明 前五四变成成首作字 意识转为妙观察字 意根转为平等性字 六七因中转 五八果上演 在佛地的时候 第八四转成大圆禁制 前五四转成成首作字 成首作字就是什么 成就佛陀应该做的事情 就叫成首作字 成首作字就是 化千百亿化身 应该为众生说什么法 他就说什么法 应该以菩萨身去为菩萨说法 就为菩萨化菩萨身 如此就是成就佛陀 应该做佛事的这些事情 所以和敏千百亿化身 若不失万法 性本如空 一念思为名为变化 就是说依着你的意识 有正知正见 这样思为成长 然后如果你施量恶事 就再化到地狱里面 因为你种子去现行 现行熏种子 你的意识能造业 都是跟恶事相应 那你就化为三恶道 如果你施量善事 就化为天堂 毒害化为龙舍 就是跟小水时烦恼相应 焦急坚狂 使烦恼 恼恨 奋负 惨害人 那你就会毒害他人 那你就化为龙舍 这一种动物 相对的 如果你慈悲为菩萨 就是跟善法相应 善事一相应 有惨 有愧 有信心 无贪 无撑 等三根 精进 清安 不放异 行舍 不害 善事一 所以你就照 三三 口四 一三叶 这些都是正确的 往善法里面 所以那年轻说 情想 情就是跟我子相应 我子相应 就会跟烦恼 这样相应 就会跟这些一肚子大水烦恼 小水烦恼 中水无惨无愧 六个根本烦恼 贪嗔痴慢 以恶贱 这边都是叫做情指 以情指为主 就会掉在这三界里面轮回 所以弄言经叫我们要情想 想正确的 所以这边 思量 善事就化为天堂 所以一念思量 名为变化 就是说 如来仗里面 还含藏这些染污的种子 看你的意识 造作了什么业 巴士规矩宋说 那个引满能招业力 前你意识造的业 能引你去山山道 山二道 满业就是你做的 这件事情的满不满 三三口四一三叶 你造作的这个满不满 就是引你去山山道 还是山二道 满业就是身体强劲 还是受命有没有圆满 这个是满业 想多情少 修行就要想多 情越来越少 就是我指我见要越来越少 想就是依着正知正见 佛法是依着正知正见 依着意识的三师 阿克师是审律师 决定师 动身发意识师 都跟正知正见 实性为主 所以八正道有什么 正见师为正与业 正命精进正念定 所以正师为相应 智慧化为上界 于吃就化为下方 这个就是情想 智慧 有智慧就是你依着想为主 就是智慧化为上界 如果于吃就是你的那个情指太重了 情指就把你拉下去了 所以情指就比较重的人 就于吃化为三恶道 所以智慧变化 甚多迷人 不能醒见 所以一切都是依着你 现在的意识做造作的善恶业 种子起现行 现行薰 种子又回到如来藏 如来藏有什么能藏 手藏 直藏 然后直藏 这些种子又被一根攀掩了 所以一根是我爱直藏 那一根就会推动这里面的这些种子 变出你下辈子的身体 就是你的意熟过 如此 智慧变化甚多 迷人因为不能自省 迷人因为不知道这个佛法的道理 所以念念起恶 这样就跟恶法相应了 如果能够回心转意 好好的修善念 那智慧就升起来 我们说修行的时候要开始 知良慧 要不失持戒忍入 精进禅令般若 然后再进入佳行位 就是参产明星 如此就能够进入真剑道 真剑道 然后又要到四地十六行官 慢慢有相剑道 真剑道跟相剑道 二道圆满 你看进入出地 你看进入出地 所以前面的十五星 前面是第十六行官的前面 十五星含盖着直良位 家行位 还有剑道位 就是真剑道 这边是属于圣解行位 是属于三行位 然后二道圆满 第十六星就进入出地 如此 如果你一直在情想 情止为重 那你就掉到恶道里面 如果慢慢往正确 正知正见 依着八正道 正见思维 正思维 正见思维 正与业 如此 就一念善 那你的智慧就升起来 依着八正道 此名为自性化生活 那你所变出来的这些都是好的 都是就好像你的化身一样 所以善之士 这些三生四自 其实都是依着你的法身本具 人人都有一个法身 然后法身就是自性清净的真如心 法身本具 念念自性自见 跟你自性 跟你的自性 佛相应 继续报身佛 从报身起思量 继续化生活 所以 一的自性的法身 然后呢 经过了六七因中转 五八果上元 你才能够最后成就你的报身佛 也可以说你现在有正确的意识的政治正见 然后跟你的意根合在一起 就是要做报身佛 如此从报身起思量 那你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 都是你的行为 你做的任何的事情 你的身口意都是你的化身佛 所以自修 自物自修 自性功德 是真归一 所以一切的归一都是要归你的法身本具 以着你的自性清净心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性清净心 第八事是无漏的有违法 然后意跟前面七转事都是有漏的有违法 然后我们要善用第六事能够正确的思维 以着正确的思维 所以意识有善 十一也有一肚子的坏水 二十六个这些不好的烦恼障 然后依着正确的知见 依着行善事 慢慢把一切烦恼都灭除 烦恼障要灭除 然后把心网慢慢转世成智 所以烦恼 贪嗔痴慢 以恶见 这些要灭除 然后你的意识 这个意识心 心网不跟心手 杂然法相应 那你都能够把意识转世成智 意识相应 左手变形 处咒意受想失 五别境 欲圣节 念定慧 这个慧心手就是智慧的意识 依着正知正见 依着身空真乳 法空真乳 然后如此成长 自物自修 自信功德 是真归依 疲惑是色身 色身就是宅色 不可以归依说 我归依我个自己的色身 这样是不对的 但物自信三身 就能够认识自己的自信佛 一切都是依着你本来 有一个自信的 清静的真如法身 然后最后有报身 有千百亿化身 如此 算之是法身本具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信清静的法身 然后你念念自信自见 就是你的报身 所以时时刻刻 依着你本来就有一个自信清静的心 那你的意识心要时时跟它相应 那你的意识跟意根就好像是你的报身佛 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啦 可是我们也这个身体里面就有一体三身 所以就有自信清静的法身 还有报身就是你的意识加意根 然后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就是你的化身 就是千百亿化身 所以从报身去取施量就是你的化身 所以自物自修 自信公德 视为真归一 那皮肉是色身 色身是一种宅色 不是归一的地方 所以要自物 自己的自信三身 就是认识自信佛 所以六祖谈到这边都是讲 我们有一个三身自信佛 如此 大家要自己自归一 我们来看无相诵 我有一个无相诵 若能持诵 言下令辱 解谜罪 就是以前过去的很多 激济的好多解的这种罪过 一时都能够消灭 就是说如果你按照这样子来学行 按你的正知正见 慢慢就能够灭除这些烦恼的这些罪恶 诵曰 迷人修辅不修道 只言修辅便是道 迷惑的人 以为修辅就是修道 迷人修辅 他不修道 只言修辅便是道 什么是辅 就是做十三页 做辅十三页都不对 当然是对 做十三页造辅 辅是什么 辅有两种 第一个 你是布施瓷戒 忍入禅令经济般若 如果没有般若 那前面的布施瓷戒忍入经济都是福 你禅令也是福啊 也是一种福 所以叫做定福 可是一定要跟什么 二空真如相应 所以你跟二空真如相应了 法空真如 深空真如 解脱道的人 以深空真如 菩萨道的人 以法空真如 有相应的 你才有在修行里面 才能够脱离轮回 这边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然后呢 布施供养福无边 布施慈戒忍入经济禅定 没有禅定般若 所以连禅其实也是一种福 要依着这些福报 才能够生起般若 所以福报不好 福报当然是好啊 没有福报 你连禅咒一下 你连听佛话一下 你都没有办法 太忙了 没有时间 所以要有福报 修行要先修福 有福报了 你才有空闲的时间 去思维活化 当然有的人 没有什么特别的福报 他是修阿罗汉 这样他也有并福 他也可以成就佛菩提 可是是属于二圣的 所以大圣的基本上都知道 佛陀是胡会两族尊 所以一定要修福 布施供养福边 心中三恶元来造 你布施供养了你的福很多啊 可是你没有真正在佛门里面 得到了智慧 你下辈子你又会跟什么 跟烦恼障相应 贪嗔痴慢 以恶见相应 所以心中三恶元来造 所以这辈子的布施侍戒 忍入精进禅定 这些都对 可是如果没有喜的智慧 这些都只是世间的有落伐 所以一定要跟恶空真如相应 觉得你将修福欲灭罪 后世得福罪还诈 道理都是这样子 你想要将这个福报啊 把罪过灭掉 后世得福 下辈子啊又得了这些福报 罪还是在的 所以有没有办法说什么 前功补后过 没有的佛教里面没有什么 前功补后过的 造的福还是有福还是在 你造的业 业还是在 所以善恶业 都是要自己去承受 自己去把这些烦恼 障慢慢灭除 如此 所以你将修福啊 想要去灭罪 以前的罪 后世得到那个福报 可是罪还是在的啊 要怎么样啊 但向心中除罪远 各自信中啊 各自信中 真唱我 所以要学习真唱我 向自己心中去除罪远 什么叫罪远 就是说 你有这些烦恼障啊 你不要让他生起来 或是生起来的时候 这些因缘条件 不具足 他就没有了 第一个叫做心不动 恶业就不现前 因为你心不动 然后接着 人无我 法无我 所以 世间人 至少也要做到 心不动 不要去动心 在三恶道里面 跟贪嗔吃慢 与恶见相应 接着 人无我 就是你跟解脱到的 人无我相应 生空真如相应 大圣人 与法空真如相应 所以 但向心中除罪远 各自性中在忏悔 所以我们要学习 忏悔自己的业障 在佛前不是都有忏悔记吗 以前写的歌曲 往昔手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的贪嗔痴 重生于义 都是你的身口义手造 一切我今皆忏悔 就是忏悔记 往昔所作之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重生于义之所生 都是你的义士的什么 审律师决定师 动生发与善事 动生发与了 就是生业跟口业 如果还没有造作生口业 就是什么 审律师决定师 那个时候就是义三业 所以生三口是义三业 在世行上的忏 还有一个理忏 罪从心起将心忏 罪是从我们的心起 都是你的心跟六五名相应 根本繁老生应 罪从心起将心忏 心若灭死罪亦亡 如果你的能取的心 我们说应全所取也是空 顺后能取也是空 能取跟所取都 双应二取空 在世家行的时候 双应二取空 至少也断我见 断我见了 然后再来参产明星 才能够后处无首的 跟真如心相应 所以罪从心起将心忏 心若灭死罪亦亡 心灭罪亡两取空 其实这个心不在 罪当然就不在 其实你以前所造的恶业 它一定是要在的 只是你的心把它忏悔 慢慢让这个恶业现前 然后你就把它灭除了 心网跟六个根本烦恼相应 心网五十一个心手法相应 不好的就要把它断除 所以心所叫断除的 然后义士心网要转世成智 最后八个士都要转世成智 次第成长 就是说他不跟这些扎染法相应 如此才能够次第成长 所以心灭罪亡两取空 是则名为真颤尾 这是从理颤尾 道理才颤主 六主大概都是以这个意思 所以但向心中除罪言 各自性中争称 你要记着你的本来自性清净心 是不跟扎染法相应的 跟扎染法相应的是什么 是你的意识心 所以修行是从意识心去着手 就是审议师决定师 动身发与生事 意识才会造业 意根是不会造业的 所以称为事论 奎基大师说 第六四造业 六八受果除第七世 第七世是不造业 也不受果的 六四造业 六八受果除第七世 但向心中除罪言 各自性中争称为 呼吾大圣真掺尾 了之大圣的这个礼唱四掺 呼吾大圣真掺尾 除血行政计无罪 所以你要灭除这些杂染 就是以着八正道正切思维 正见思维正与业 正命精进正念定 最后就得了一个正定 八正道中间就是正确的智慧 如此定会等持 我们以前说的 断烦恼就如同在割杂草 定意就是把杂草抓起来 然后智慧刀再割下去 所以要有定要有会 呼吾大圣真掺尾 除血行政计无罪 所以定会等持才能够灭除烦恼 学道常以自信观 学道的人要常常 用自己的内心去观察 外在的一切都是你的疏守援眼 你都是在你的八识里面自己运作 八个识自己有的当疏守援眼 变出自己的亲所援眼 如此在八个识都在自信里面运作 外在的三额大帝跟众生 都是你的疏守援眼 如此常常思维 一切学佛常以自信起观照 自信清静起观照 这样子就跟诸佛同一类 如此 所以物主为团持顿法 我们的法师六祖 从达摩大师一直传下来 都传使顿悟的法门 普愿见性同一体 希望所有的众生大家都能够见自己的本性 自己的本性 心佛众生本无差别 心佛众生就是你有一个第八识的真如心 第八识是无肉的无为法 第八识是无肉的有为法 所以第八识是寒常无肉的无为法 与无肉的有为法 然后七转式都是有肉的有为法 然后慢慢运转都要把它转式成字 直到把所有的杂染的种子都转成清静 三三四字圆明 所以物主为团是顿悟的法门 顿悟了之后就要慢慢修 所以就叫进入建修 所以你要顿悟之前 你要也要去学习佛法 慢慢其实也是建修 建修的一个程度 释迦醒又进入顿悟 顿悟之后又开始建修 所以顿悟快慢 法没有快慢 法没有顿剑 以前在顿剑那篇说过了 法没有什么快以慢 法就是如此 如果你的智慧比较根性比较立的 那你就能够跟顿悟法门相应 其实说你这辈子跟顿悟法门相应 其实你前面有好几辈子都是建修的 所以建修一阵子才能够有顿悟 所以资粮位 然后才能布施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 般若六资粮都具足了 才加行而参禅而顿悟 如此 所以如此赤地成长的 所以物主为传此顿悟的法门 普愿建姓同一体 普愿大家都能够建姓 不要说自己都是什么 顿根的 学久了就会变成立根的 还要如此 所以就能够顿悟 普愿建姓同一体 都能够建自己的本性 自己都有自信清静的本性 所以我们以前学 三元一体 四本同真 都有一个自信清静的真如本心 依着自信清静的本心 而施舍 你把烦恼灭除了 成就世果阿罗汉 还在世间就叫做 有余一涅槃 你把这个五蕴生 最后这个依靠也灭除了 就叫无余一涅槃 佛陀是把烦恼杖跟手之杖 全部都灭除了 他就成就无助处涅槃 就是跟自信清静涅槃 所以你现在你也有自信清静涅槃 时时刻刻都是在什么 原成一切万法 时时刻刻都 我们学佛都要在依他其性上 远离变异之性 就是原成实性 就是一路都任何的状态都是涅槃行 一路涅槃行 时时刻刻都是自信清静涅槃的 可是要只有到成佛了 才能够什么 处处觉 时时觉 无一处不觉 无一死不觉 才能够称他为无助处涅槃 所以全部都是依着自信清静心 所以我们说三元一体 四本同真 刚刚说的自信清静涅槃 有于依涅槃 无于依涅槃 无助处涅槃 就是四本同真 三元一体 就是依着法身的 都有一个自信清静涅槃 就是有一个法身的 前面有说到 你有法身 才能够有圆满报身 才能够成就的千百亿化身 你有这个自信清静的法身的 才能够依着法身的 所有般若的 还有解脱的 才能够开悟民心 有般若自会生起 你开悟生起了 有般若 才说我得了心解脱 慧解脱 聚解脱 三明六通 大阿罗瀚解脱 菩萨道德 所以道种制 一切种制 一切种制圆满者 才能够说如此 才能够赤地成长 从达摩一直传下来 为传持顿悟的法门 普愿大家都能够见性 同一可体 都见入自己的真如本性 欲若欲当来密法身 如果你想要开悟真如这个法身 离诸法向心中喜 努力自荐莫忧忧 不要让这个时间很快过去 后念忽觉一世修 如果你这样一辈子又一辈子 身体就后念不来了 你就死掉掉了 若悟大圣得见性 如果大家能够进入大圣这个门 就一样能够见性 千功何长 至心去求 所以离诸法向心中喜 离开这些法向 在心中去参产民心 释迦醒的时候 参产民心 就是以你不失词戒忍入精进禅令 波然 你的六度之良 我已经具足了 然后呢 慢慢学习了 就知道这世间的一切 都是缘起性空的 而断除了我见 然后呢 淡薄的贪生痴 在出狗恶狗 这个时候就来参产民心 进入世家性 应全所取的是空 顺厚能取的也是空 双硬二取空 双硬二取空 然后呢 就慢慢去了之 医者 都人人都有 本来是有的一个 清静真如心 时时刻刻 第八世都映出 外在的境界 变出在你的脑袋瓜 为亲所远远 然后呢 要以后 要依着这个亲所远远 再变出自己的 见相恶分 依着第八世 变脑袋瓜 内相分这个亲所远远 为疏守远远 再变出自己的亲所远远 可是这个都是什么 真如所限 一切万法都是在 依他其性上远离的 便利直性 本来就是原成诗性 它本来就是离眼真如的 所以你意识心 应全所取也是空 顺厚能取也是空 本来都是真如的 然后契入真如 有见无相 夹带的真如的法相 献起 带笔相起 而契入了真如 就叫有见无相 而生起的 无分别致 依着这个无分别致 再修行 菩萨无法三自性 修行四地十六行观 有自己的相见道 然后如此 赤地成长 所以一开始要离诸法相 心容喜 就是应全所取也是空 顺厚能取也是空 才能够后处无首的 处得了真如本心 而生起的根本 无分别致 然后真见道 还有相见道 赤地成长 努力自见莫悠悠 后念呼觉 一事修 若物大圣得见性 所以要千功合掌至星球 大家都要学佛 都是要千功合掌至星球 自己能够得到一点点的智慧 破除一点点的守之障 其实都是佛菩萨在帮忙你们的 我们才能够说 以前不懂了 慢慢好像接受了 如此 诗言善知识 总须送行 老师就说 大家这边都要学习 依此这样修行 言下见性 都能够跟真实心相应 虽然去我千里 虽然跟我离开很遥远 像现在离开了 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 六祖谈心还是在 就好像六祖都在我们身边一样 与此言下不悟 尽对面千里和寝云的 如果你对六祖谈心留下来 这些你也都不去体悟 即使你天天跟他在一起 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跟他在一起 可是也没好好的修行 也浪会了 所以对面也不相似 所以对面千里和寝远来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 辅持尊重好聚 因为大家都到山上里面去 跟六祖学法 所以大家今天就说到这边 都尊重好聚 所以一众文法迷不开悟 大家听远这个法会的人 都有所心的 都能够开悟见性 欢喜奉行 这样能够跟真如心相应 祝福大家也都是如此 跟真实心相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